我們現在要做黃胺藥物檢測的育前置備 然後我們取了一顆雞蛋 然後要先均質它 好我們請我們黃同學開始均質 好我們可以看到蛋液已經均質完畢 接下來我們要拍拍取衣帽 放到離心管裡面 之後我們加入兩毫升0.01m的鹽酸 重複兩次之後 關緊之後震盪一分鐘 然後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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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…